时隔两年多胡歌又接新戏了,这一次是冲铸影地去的。 4月20号上午,有许多网友在微博等各大社交平台爆料了胡歌与廖凡、桂伦梅等人在拍戏的消息,后来被粉丝证实,这部电影就是此前所传的野鹅胡。 胡歌、廖凡、桂伦梅以及导演刁一南和工作人员现身武汉,与此前网友爆料的开机时间和低调都吻合了。 其实在今年1月份,就有媒体独家爆料了胡歌要演刁一南导演的芯片野鹅胡的消息,不过当时因为为时尚早,很多人都不太相信,而且后来汤维的经纪人也独家辟调了, 不少网友以为这是假消息。 但现在来看,是真的消息,因为汤维没有参演,此前曾经接洽过,但是因为档期原因,汤维方面婉拒了邀请,所以汤维经理人辟谣也是正常的,但这并不代表,这个项目没有预作。 如果,胡歌有快三年的时间没有拍新戏了,把粉丝都快愁死了。 所以,胡歌现在接了一部电影,让粉丝都十分激动。 胡歌上一次拍戏还是在2015年,也就是去年刚刚播出的《猎场》。 当时《猎场》开机时间是在2015年,但是后来补拍了一些戏份,所以满打满算杀青是在2016年3月份。 但这样算过去,胡歌也已经有两年多的时间没有拍戏了。 不过,这一次的胡歌是几年不出手,一出手就是顶级配置了。 胡歌这一次接拍的电影《野鹅湖》,现在也叫《南方车站》的聚会。 由《白日焰火》的导演刁易南指导,胡歌、廖帆、桂伦美、万倩领衔主演。 这已经算是文艺电影的顶级配置了,而且将由法国的电影公司投资和发行,将征战欧洲三大电影节, 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坎城、柏林、威尼斯国际电影节。 而刁易南导演和这些主创是什么水平呢? 刁易南导演指导的《白日焰火》在2014年获得了柏林国际电影《捷金雄奖》, 还捧出了中国第一位柏林影帝廖帆,这个水平放眼华语圈南找出第二个导演。 而桂伦美是金马影后,万倩是金马最佳女配角,这个配置可谓十分豪华了。 所以,胡歌接的演额胡算是胡歌出导以来最好的资源了, 逼什么仙剑奇遐转这样的资源不要好太多, 接触到的都是顶级的电影导演和优秀的电影演员, 能够与这些电影人合作,想必胡歌从心底里都是十分激动的。 以前很多粉丝总是埋怨胡歌不接戏, 胡歌接不到好剧本钱翠炮国外学习去了。 但你以为胡歌真不想拍戏吗? 谁都想拍出好作品,但胡歌的想法是他已经三十多岁了, 所以偶像剧他已经不想接了, 他想在电影圈混出点名堂, 但是没有好的团队找他, 他一直在等机会, 如今这个机会终于来了。 过, 胡歌接野文胡的目的同样十分明显, 他与这么一个顶级的文艺片团队合作, 肯定不是为了什么票房之类的, 因为这样的文艺片票房也高不了。 很明显, 胡歌就是想拿影帝了, 大家都知道, 能不能拿奖还得看作品类型, 文艺片最好拿, 演多了文艺片, 自然获奖的机会大些。 而且与厉害的导演合作, 获奖的机会越大。 但是获得提名后, 能不能获奖还得看演员的运气了? 可以告诉大家, 这一次胡歌就是冲住影帝去的, 而且还有万倩, 桂伦美, 廖坊等演员为胡歌配戏, 胡歌的进步肯定会很大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